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是人类与环境之生物的多样性 好吧 我相信你可能常常会在电视上面啊 或者是在一些新闻啊 或者书上面 看到他说我们要来维护生物的多样性 或者说现在我们有人在砍伐玉林 在破坏生物的多样性 那到底生物的多样性是指什么意思啊 就是指生物有很多种啊 很多 然后很多样样子 嗯 这事不是用人数学一下那些简单 其实呢 生物多样性我们仔细可以下去分成三种 首先第一种叫做遗传多样性 它讲的是同物种间拥有不同的基因 接下来第二个讲的是物种多样性 它讲的就是你物种数量越多 数量越平均 你的物种多样性就越好 第三种叫做生态系多样性 它讲的就是七地环境的多样性 好 我讲完了 所以这节我们到此结束下课了 拜拜 好了 当然还没有 我相信大家刚刚我讲得很清楚 学生听得很模糊 好 首先我们来先讲讲看第一个好了 我依序跟大家讲解一下 好 首先遗传多样性喔 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名字 我们叫它基因的多样性 它讲的就是同物种间拥有不同的基因 同物种拥有不同的基因 什么意思呢 例如像是我们有像是日本人 中国人 台湾人 然后像是韩国人 美国人等等之类的 我们说我们这些都是人 都是同一种 但是你却会发现人与人之间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像是你跟你的同学之间 或者你跟你的父母之间 其实身高或长相甚至胖瘦其实都不太一样 其实这些原因都来自于遗传的多样性 让我们个体跟个体之间 其实都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喔 那这些不一样呢 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它其实呢 可以让你在面临环境的变化的时候 能够比较不容易去灭绝喔 好 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接下来的例子喔 好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两只的青蛙 它们一公一母 你们看到为什么它是公母的 你知道吗 还有化嘴唇嘛 对不对 好 不管 好 它们两个在这个形有性生殖之后 然后呢 就会产生子代嘛 就是它们会繁殖 就会有一些因为遗传的不同 或者像是有一些些突变造成呢 它其实每一个每一个的青蛙呢 它们的小孩其实都长得不太一样 就跟你的爸爸妈妈生出你啊 可能你的弟弟其实那两个长得不太一样一样的意思 好 那刚刚提到的 为什么说这些的图片啊 或者有性生殖造成我们这些同样物质 它长得有点不一样 会让你能够比较不容易灭绝呢 我们先假设好 你现在非常非常喜欢吃青蛙 然后你就是看到青蛙你就会想吃 所以呢 现在你如果看到这些青蛙你就把它吃掉嘛 于是它就绝种了啊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今天刚好这个环境呢 它是一片咖啡色的这个泥土的地上 好 你看到一堆青蛙 你有没有发现有一只特别不明显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只它特别不明显啊 所以呢 你可能在你很喜欢吃青蛙的过程中 你吃啊吃啊 于是你就漏掉它了 对于是它就可以得以存活下来 然后呢 继续繁衍它的下一代 它就不会这种青蛙它就不会绝种了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遗传多样性的概念 大家有没有记得 好 那接下来我刚才说我们依序跟大家讲解嘛 所以接下来我们讲的就是物种多样性 其实在讲物种多样性呢 其实我们就在讲两个东西 第一个叫做物种的丰富度 第二个叫做物种的均匀度 第一个呢 丰富度的意思就是 我们在指物种数的多寡 就是你这边可能有猪啊 鸡啊 牛啊 羊啊 你有很多很多种物种 这我们就说你的物种丰富度很高 我们来举个例子好了 例如说现在有甲跟乙两个地方 甲呢 有两种青蛙 那乙地呢 有四种青蛙 请问一下谁的物种丰富度比较高 举起你手嘛 用力举起来 好 举起来我也看不到 好 来 我们答案就是乙哦 我们发现它有四种的青蛙 所以它的物种的丰富度比较高 它的物种数比较多嘛 四种青蛙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物种均匀度 好 物种均匀度呢 我们在讲说 它的个体数是不是很平均 什么意思呢 一样 甲跟乙两个地方 同样都有四只 同样都有四种的青蛙 这样糟糕了 物种丰富度都还一样 那均匀度呢 我发现甲地呢 它是15只 一只 两只 三只 那乙地呢 它是15只 15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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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发现乙地比较平均 对不对 所以呢 乙地的物种均匀度 就相对之下高一点点哦 大家有没有答对 有嘛 对不对 恭喜给自己一个爱的鼓励 好 那们自己拍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个 依序跟大家讲解终于讲到最后一个 大家应该很开心吧 好 就是我们的生态系多样性 它在讲的就是我们的 在沙漠里 其实你就会看到光秃秃的沙漠 对吧 然后结果可能还有几根草在这里 于是呢 你可能就只能在沙漠里面生活 或者可能就是 啃这些就是 呃 长出来的这一点点草 好 那如果今天在草原呢 你可能就会看到 诶 可能像有很多牛啊 马啊 羊啊 等等 它们就吃草嘛 对不对 因为可能旁边会有河流啊 然后这边可能雨下的比较多 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昆虫 像是蝗虫啊 乍蒙等等之类的 因为它能够提供的环境比较丰富一点 诶 那接下来最多的呢 我们常讲的就是森林嘛 或者是我们在讲的热带云林 诶 你可以看到我们有树顶啊 这些阳光很多的地方 诶 还有树底下啊 这种阳光比较没有的地方 或者像是可能有一些在里面 枯掉啊 倒掉 死掉这种树木 它有一些朽木 让一些昆虫可以住在那里 所以它其实能够提供的环境是非常丰富的 于是就有非常非常多的物种 好 所以那我们在陆地上呢 其实我们最多最多的 就是我们在讲的热带云林嘛 然后在海里面呢 我们说物种资源最丰富的 就是我们的珊瑚礁 它能够提供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气地环境 让很多的生物来做居住 所以我们就说这是我们的地球的生物资源的宝库 所以我们要好好保护它 好 那我们今天三个总共的东西我们讲完咯 那第一个遗传多样性 第二个物种多样性 第三个是生态系多样性 大家记得把这三个记起来 还有它们到底详细的内容是什么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好 然后来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